驾驶猛踩油門狂衝 只見前方車流回堵 卻還不減速煞車 提琴碩大的煞石車 瞬間撞上乘排的卡車 轎車小貨車 有如保齡球般 一路硬擠猛力往前推撞 隧道內膨然巨響 撞擊力道之大 其他車輛瞬間往兩邊彈開 整個隧道煙霧瀰漫 車身跌撞擠壓扭曲變形 事故現場滿目瘡移 還有駕駛及乘客卡在車內 欸有人壓在底下 快點來幫他 一名傷者被重壓車底 不斷罰出哀嚎 大家驚慌失措想幫忙 卻無能為力 我的駕駛座這邊的門 是被卡住的 從電話一邊下 因為我人沒怎麼樣 所以我想說 看旁邊有沒有人需要幫忙 凌亂的現場 有轎車幾乎被夾爛 撞成一團廢鐵 多輛車頭消失不見 板筋嚴重扭曲變形 車殼零件掉滿地 搭配警銷貨報道場 立刻破壞車體搶救 這個發生之前 你才救救車要過去 我們這樣到旁邊人 他不久幾分鐘 就有車子就不進去 延安台九縣行銷隧道南往北 二字號下午一點多 開著殺死車 五足塞的蔣信司機 竟然無視前方停等車輛 一路猛衝 完全沒踩煞車 從後方猛力連續衝撞 導致五輛大小貨車 11輛自小客機 一輛重機 共17車連環撞 延安警消急救護人員 啟動重大緊急傷患處理機制 前往現場將12名情重傷患送醫 但其16歲的張姓老翁 經急救後仍宣告不治 緊張是一定會緊張 嚇到一點點 關於災難片的車禍現場 讓人觸目驚心 張姓老翁當時載著女兒外出 卻不幸遇上死結 家屬聽聞二號後 北同晚分 火速趕赴醫院處理後事 記得中採用程冠宇 一安報導